您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来用这个Denite Expert实验设计这个软件来做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是一般促销广告行销学上的 我们以一个两因子的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假设我们在这个促销里面有广告跟促销这两个作用 然后还要探讨它的交互所影响 我们可能要看到做这个是不是对最大销售量有影响 但是我们其实更在意的是最大的利润 那利润就是销售量减掉成本 然后它合起来的 那我们这边有几个,第一个是广告,第二个是促销 促销就是折扣 然后它的交互作用项 然后当然就产生的销售量 有销售量就一定有成本 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关心的是M这个利润 那假设我们的控制因子的这个水准表 广告的次数 它是水准1是0次 水准2是5次 所以我们这是用类别的这个形式 直接来代表 那促销折扣低跟高 那在Inaspers 即使用上 就是在2-label-victory 这边去选这个2这一个东西 然后这边就出现了 OK 然后我们要看做几次 然后这边它自己会去把它 这个搭配起来 然后在这边就会有反映 反映出来 然后反映我们自己要去填 然后在这边我们就在Inaspers 就把基本的资料分析一下 那品质特性 这里把它看一下 这边是关于这个自由度部分的 然后这个看看你需不需要 做Transform 那一般如果服装常态分配 这个就不必 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发现AV跟AV都有 所以这个每一个都会 都是显著的 就是它的因子都是显著的 这个因子都是显著的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ANOVA表 那最好 这个最好用的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利润我们可以求出它的最佳化 然后它的配置到底是怎样 OK 那最后的结果是你发现是广告 要多次数 但是你的促销你的价格 要比这样的利润比较高 因为有广告 在这个时间里面广告 会影响你的 产生的购门 会变多 但是因为促销 是属于低价格 所以 在成本上就不会损失那么大 OK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来跑一下 好 那我们在Denist 就在用Regular Tool Level 这边 按Next Continue 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重复是 做两次的 做两次 Continue 然后这边的我们就把A 因子的名字 然后次数 次数这边 然后Law 是0跟5 因为我们这边 已经就是 选了 A是这个数别型 B是类别型 然后促销的折扣的强度 是高跟低 OK 然后这边 环印我们有三个 事实上 都是可以计算出来 这个利润是被 被 Depend on 这个 销售量跟成本 然后我们继续下去 继续下去 就是Power的一个说明 好 好 那我们就必须来这边把这个数据 给填上去 但是会花一点时间 那时间把它填上去 好 那我们数据填好了 因为这个 太翻场了 数据填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它 Summary 如果你想要看 这个是 广告的 然后这个是促销的 OK 那就可以看得到 那这 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这边就是它的自由度 这一些东西 那我们 在做分析 我们事实上 对这个比较好 就是 它的这个利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 第一个按出来的 是这个样子 那 我们必须把 重要的因子 挑出来 那在Denite Perl 这边 重要的因子 你可以用这个 Sleg by Probability 就是用几率去帮你去选 那是很快 这是自动的 那你不要 你可以这样全部都不要 那你也可以个别 一个 一个一个去看 A1是广告 V是促销 这两个是AV的 所以这两个都很清楚 那我们这个还是要 Anonovar表来 判定 那我们可以看到 Model 这是显著的 广告 P-Value 显著 促销 也是显著 AV交互项 也是显著 OK 那这样子 再去做一些基本的诊断 那诊断我们之前都会有谈过 就可以用这个 看之前 然后最重要 我们是做Optimization 我们希望 我们的 这个缓印 M 我们希望它最大 然后看它的解答是如何 那这边就出现广告 要5次 就是高广告 然后 它促销的折扣要B 然后它的 最大就在这里 7.68 好 那我们的这一个 用Denaster来做这个广告促销 这种简单的翻例就做到这里 谢谢 全节科技 谢谢您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